我小時候看奧運比賽都是沒有什麼焦點 因為在那個年代根本沒有香港運動員 能夠參加奧運這種國際性比賽 即使後來有代表可以參與 真的能夠順利進入準決賽階段的機會非常渺茫 但今時今日的香港大家就多了一份罪焦點 雖然今屆奧運在巴黎舉行不太方便 我們在香港看到直播 但也有不少朋友半夜三更起床 熬夜緊張自己香港運動員的表現 為他們打氣 可以看到體育運動能夠帶動大家的歸屬感的力量 是有多麼大 近期大家講得最多的在香港 都是不同項目的奧運表現 其中一項談論得最多 或者在坊間最大反應 在網絡媒體最大反應的 就是張格朗所剃造的歷史性階跡 張格朗今次的成績相當標榜 他成為了繼意大利選手納迪 在1920年安特維普奧運和法國選手迪奧利奧納 在1956年墨爾本奧運之後 張格朗成為第三位 能夠連續兩屆奧運都拿到這個男子個人花劍金牌 打破了68年來沒有人能夠閃亂冠軍地位的歷史 不過這場金牌戰亦是最多爭議的賽事之一 引發到兩地的人民 一些麻戰 一些意義是絕對不大 毫無意義的麻戰 張格朗在男子個人花劍金牌爭奪戰當中 面對的是意大利的一位後戲接受 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九位 第九位22歲 意大利隊的代表 馬姬也有人譯他的譯音做馬遲 在對方步步進逼之下 張格朗曾經一度落後到12比14 雖然處於劣勢 打的是易景波 張格朗仍然非常鎮定 沉著應戰 最終追成平手 14比14 當然要用缺一劫來決定 究竟是誰勝誰負 在這個環節出現了相當戲劇性的情形 14比14 平手之下 講過了 要靠最後的一劍去決勝 也就是劍擊界中所謂的缺一劍 大家猜不到這一劍足足打了三劍才能夠分出勝負 在花劍劍擊比賽當中 究竟哪個人可以得到分 就算你得到對方也好 究竟這分是屬於哪一個 就和進攻權有關 先上前的一方 又或者是有進攻意圖的那方 就會獲判有進攻權 他得到的那一下那分就屬於他 但是不是主動 是不是有意圖去進攻 這個都是一個較為主觀的概念 每一位劍手都有不同的演繹方式 而裁判去裁決那把尺也有不同 有些裁判是較為側重看選手那雙腳 究竟是否向前採取進攻 也有些裁判是較為側重選手的進攻的手勢 是否撥到對方把劍等等 你盤點究竟哪一方才有進攻意圖 也正因為這樣 裁決有爭議不是一件不常見的事 爭議就還爭議 一貫慣例 裁判做了的決定的裁決 大家都是尊重 也是最後的裁決決定 這次之所以打足三次才能夠決定勝負 有很多因素 第一件 張家朗 我們行外人未必完全可以看得很透徹 起動是比較明顯的 他是密步上前 手也有動作 然後就上前擊中了對方 馬基雖然他先後退 但他看到張家朗拍劍打空了 認為對方的進攻落空 然後他就上前還擊 因此他們同時都認為自己得分 大家都以為自己得到對方的劍是贏了 不過就是這一劍 真的判決是有困難的 跟行內人談過 裁判可以判給張家朗 因為他是持續上前 但你說判幾馬基 是否又不行呢 又不一定 因為張家朗的確也是拍劍打空 進攻權又可以落在馬基身上 無論如何 來自台灣的主席裁判王浩哲 曾經翻看了慢鏡 不止一次 不過最多只可以看四次 根據賽例 而另外那位助理裁判 所謂的陸將裁判 當然也有參與這個討論 他們結果 未能夠有一個共識 認為這個劍應該是誰贏 因此主裁判決定取消 這次得分要重新打過 雙方的教練就這個判決已經很激動 去到第二件 馬基被張家朗做一些起動 但之後兩個人又接近同時停下了 然後再向前出手 擊中對方 雙方都認為是自己先起動的 這次主席裁判和陸將裁判一致認為 他們兩個人同時擊中對方 所以決定這一分也不計 又要大家重新再打過 到了第三次 情況比較明顯 雙方多次交鋒之後 張家朗就上前 和拍打對手的劍 馬基後退出手 張家朗上前擋走對方的出手 雙方同時擊中對方 但這次由於張家朗上前防走對方 再還擊 所以他的劍 這一劍是取得到進攻權 他的還擊是得到分數 因此裁判王浩子 就判了張家朗防守還擊得分 最終以15比14是險勝的 意大利教練不滿意這個裁決 不斷向裁判投訴 就說裁判無能 意大利奧委會主席 還直斥說台灣的裁判 有偏幫港隊的嫌疑 意大利選手馬基 所屬於的意大利劍擊聯會 也正式向國際奧委會 和國際劍聯投訴裁判的裁決 意大利奧委會還質疑 兩個裁判都是來自鄰近香港的地方 一個是台灣 一個是南韓 雖然他們兩位是抽籤選出來的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運動會 是出現過裁判是來自運動員 鄰近地區的情況 他們兩位只是鄰近 不是同一個地區 但是根據我們和國際劍擊聯會裁判 廖文希的通話 他理解不是這樣 他對我們解釋 國際劍聯的規例 是沒有定名過裁判 所屬於哪個地區 是不是鄰近地區 是一個問題 強調奧運劍擊賽事當中 裁判的人選安排 已經相當之嚴謹 也盡量達到公平 所規定的就是 評判不能夠來自 和參賽選手所代表的 同一個地區 同一個國家 至於鄰近地區 是否不行 是沒有這樣的規定 事實上 如果參賽者對於裁判 被選出來的裁判 質疑有意見的話 應該是在比賽開始之前提出的 不是比賽之後 但在這個個案當中 比賽之前 意大利那邊 是沒有提出過任何意義的 因此 有些朋友覺得 這不就是輸打贏 如果意大利贏 這不是重點 裁判王浩子就慘了 今次因為這件事成為了戰靶 其實王浩子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好裁判經驗 相當豐富 不過今次是他第一次擔任奧運會金牌戰的裁判 真的很幸運 他的社交平台被人洗版 香港也好 意大利也好 兩地的網民都批評他 說他誘而不決 言時 說他表現是業餘 甚至有人說他是黑手 王浩子本人沒有活潤 翻體錄影其實是一個規定 不代表他是猶豫不決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都應該保持冷靜 保持理性 不要令這場精彩的決賽蒙羞 才是上策 意大利相關的檢擊會和民眾 甚至是教練自己本人 因為這件事輸了 都感到很失落很沮喪 這個反應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始終上宴到 勝敗乃兵家上市 不應該這麼執著 更何況事隔一天 麻跡自己本人 在個人的IG發了一個貼文 表示是聽到外界針對裁判 和他的金牌被搶劫的評論 他自己說已經覺得很幸運 投身運動令他知道裁判的決定 必須永遠得到尊重 他又說 認識兩名的裁判 不想把自己的落敗 歸咎在他們身上 因為這樣 除了為自己製造藉口之外 是不會帶來任何的價值 他總結說自己距離每個運動員的目標 曾經只有一步之差 但事情過去了 未來掌握在自己手裡 他都應該是會克服失望 反思自己的失誤 作出進攻去超越自己 最無遺的就是兩地的民眾 走入參賽者的社交媒體留言 去攻擊這兩位運動員 這實在是有失大家自己的身份 不單止對這項運動 沒有尊重讀 亦是對相關運動員 一種相當侮辱 沒有禮貌的舉動 希望大家真是 克制一下自己的心平氣和 不要再搞事了 讓這件事可以平靜下來 不要因此而炒炒謀謀 令到精彩的比賽要蒙上任何烏點 現在未知道馬基的態度 會怎樣影響意大利劍擊聯會 向國際劍擊聯會和國際奧委會 所作出的投訴 因為投訴還在處理著 不過無論怎樣處理都好 據理解 這也不會影響到裁判今次就賽果的裁決 或者在程序上 如果真的有地方需要改善的話 有關當局自然都會繼續去跟進 在今次的事件當中 我們或許都可以學習到一些事情 就是怎樣去接受失敗 有時失敗是偶然性的 或者真的很不值得 甚至是沒有理由發生也好 事情過了總是要向前看 向前走 更加何況把時間線放遠一些 放長一些 即是所謂放長雙眼來看 現在的所謂失敗 其實也可以視為一個達到成功的過程 逐一說一句 失敗乃成功之母 不過同時也要懂得怎樣用同理心 去理解失敗者的心情 不應該是落井下石 大家要走的腦都那麼長 未到最後一刻 又怎能夠定哪一個是誰勝誰負 完結之前也想為大家推介 發財生重疤護法療程限定優惠 2880元可以做足六次 絕對是物超所值 快點把握這個限定機會 打電話和王創安先生 查一查和他做了預約 號碼是5566-8299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限定時機 對 你想加入發財生嗎? 你的理療師有很多正評 我也想嘗試 為甚麼要請你 我是大師, 說話有說服力 一把嘴巴不夠的 你的理療師是贏在專業的知識 和熟練的技能 說話可以推銷療程 我們也不肯定簽單 發財生是最尊成效 那就絕對言人, 先學著東西 用心, 你可以的 發財衣是最尊嚴的 你會讓我給你 開張座 開張座 開張座